8月24号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中南海会见了日中协会会长 自民党众议员 也田义率领的日中协会代表团 王岐山表示 中日交往远远流长 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顺应历史潮流 符合两国人民利益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 双方应以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为基础 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 妥善处理问题和分歧 保持两国关系积极改善势头 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继续相向而行 深化务实合作 希望日中协会不忘初心 坚定信念 继续发挥民间友好独特优势 为两国关系改善做出积极贡献 日方表示 日中协会愿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和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 坚定不移为日中两国关系改善发展 做出新的努力 5个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